讲到有关财产 近年来政府为了要平易高房价 有各种的打房措施 但是我们仔细来检视政府的各项土地政策 农地买卖却出现了大漏洞 以至于近三年来 我们可以说全台的农地交易是炒得火热 年成交金额仔细看一下 在2012年的时候是1069亿元 但是到了2013年 竟然放大到了几乎加一倍到2000亿以上的规模了 而今年光是1月到7月到现在 就已经达到了524亿元之多 我们再来仔细看就是 其中吵得特别火热的几个县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县市当中 桃园县居首 这些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法令上对农地有不少的优惠 例如只要是取得农地农用的证明 就可以申请免克土增税 农地持有两年之内买卖 也不受奢侈税的管制 卖农地赚了钱 还不用申报财产交易所得 虽然原来的出发点是为了要照顾农民 但是没有想到 却为炒农地大开了方便之门 刚才我们提到桃园县 我们就以桃园县为例 去年的农地交易金额竟然高达了829亿元之多 相较一下前年就可以知道它放大了多少 到现在还持续的增长当中 原因就是因为在桃园县有好多的一些投资客 特别看好的一些机会 例如说桃园的捷运 高铁青浦站 航空城等等开发的计划 以至于热钱纷纷涌进 大家都来卡位 结果就成了房地产市场的心宠 这个是关于房地产的部分 我们下期见 再次